台北爱乐文化基金会的董事 同时也是蒋卫水文化基金会 副执行长蒋米荣 时至上午在北加州台湾会馆 举行的讲座中 和现场的民众分享了 他近期的音乐活动 以及音乐创作的理念 时间上比较多留在台湾以后 我每年过来北加州探亲 就顺便会带来台湾的消息 把我在台湾所办的一些活动 来这里跟我的老朋友们分享 那很愉快 因为我今天能够办这些事情 一方面也是这些老朋友的鼓励 蒋理荣多年来致力于 台湾文化的传承和推广活动 在出版音乐创作等等的领域 也和文艺界的人士多有合作 原本当天要出席主讲的 台湾名作曲家石清如因病缺席 但是蒋理荣对于能够有这个机会 和北加州的台湾老朋友们交流 感到十分的高兴 红星卫视记者水爱丽森博瑟 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